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我们再继续做财经的评论 说一下呢,2022年上半年的各种经济数据 这些经济数据陆续的出炉啊 实际上给人感觉到呢,还是比较振奋的 就是这个数据呢,从这个数据来看呢 比预期呢,要好 而且呢,关键是什么 在这个全球比烂的世界,比其他人要好 这很重要 让我们看一下呢,在中国的GDP呢 上半年呢,增长了2.5% 这个数据呢,算是比较低了 正常的话,中国都是6%以上嘛 当时,你2.5%呢,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大的疫情的影响 尤其在二季度,这个影响是比较大 就是说大面积的停摆,但是到6月份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而对于这个下半年呢,其实我们有了更多的期望 就是说下半年呢,中国可能呢,那个还有更高的增长 其实这个数据啊,更重要的 其实大家要注意到,我们这次公布数据 还有一个数据,非常低调 因为这个高调了呢,不太好 这低调的数据在哪呢? 是进出口顺差 其实对这个贸易的顺差 逆差在现在呢,是属于特别敏感的时期 因为世界的主要的发达国家 主要的制造业国家 都陷于出口的逆差 包括呢,以原来一项顺差的日韩和德国 都是逆差 但是中国呢,有大量的顺差 这个顺差的数额非常高 而且呢,中国这次报道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那公布数据的时候 咦?顺差多少居然没说 只好呢,我自己脑子里加减算了算 2.48万亿吧,按人民币算 这个数值呢,非常高了 非常高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的出口呢,增长了13.2% 就是说,虽然在这个二季度呢 有很大的疫情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国内经济很多地方呢,在停摆 但是我们的出口居然增加这么多 你说有好多人呢,在热炒什么印度啊 热炒什么越南的时候呢 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数据不说谎 中国的体量有多大 你看整个越南的那个GDP的话 你说它有广东大吗? 跟深圳比一比看看 实际上它的那个整个越南的GDP是很低的 你那个和中国的这个增长 你看中国这么大一个体量的增长 比起的话呢,百分之十几 然后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顺差呢? 关键我们的进口很低 我们的进口呢,增长只有百分之四点八 其实这个进口的这个大幅度下降啊 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到什么呢? 就是我们国内的经济 不,实际上这个里头在疫情之下呢 可能消费降低了 因为这个事儿啊 你可以注意一下嘛 大家哪哪都不跑了嘛 对吧,所以这个进口的话呢 这个增长呢,实际上是显著的低于预期 而且呢,为什么说这显著的低于预期呢? 因为是对于中国对外有依赖性的 就是今年上半年比起去年来 你就知道的话呢 你看对外有依赖性的 什么石油啊,什么的这些都涨了好多嘛 而且的话呢,甚至芯片都是涨的 你别说啊,这两天芯片跌了 但是整个你要说上半年 比比以前应该是涨的 所以你要进口的东西 其实都是在好大的程度上的涨 但是呢,进口量反而小了 你的顺差更大了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写过 说在对于中国呢 拉动内需啊,是个伪命题 中国呢,应该干的是保障供给 有些内需你拉动出来以后 就是拉动通胀 带来逆差,带来什么 因为你这中国的内需一拉起来以后 它实际上是对全球的一个消费需求 比方说的话呢 没有疫情了,大家跑来跑去的 跑来跑去的不就消费石油吗 你一下子疫情以后 大家不跑来跑去了,这个石油消费量就下来了 对吧 它需要这个好多的进口的这个事呢 你看原来的话呢 大家都跑出去 各种来回跑各种社交嘛 就买各种奢侈品啊 买那个包啊 买这些东西 你现在的话你跑不出去了不就少了 所以可以看呢 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的重大的保障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这半年 这个外贸的顺差还是大增 而且在所有的这些大的经济体里头 所有的非资源的经济体里头 我们的这个顺差是不容易 把这个看清楚 你就知道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形势不错 但是从另个角度来讲 我一直要说啊 这个居安思维 就是说你一旦的话呢 国内比方说这个消费再热起来 可能呢 那又要进口好多石油的东西了 对吧 你们的进口可能增长就上来了 然后呢 那个外国的出口呢 他当然他想对中国压架了 一旦呢 他的有很多生产能力恢复了呢 他可能会再压架 虽然说中国呢 是这个疫情啊 控制疫情等等等等 你说影响了生产 但是你国外的话 他不控制疫情 他好像生产也不高 为什么生产不高啊 其实这个就是舆论的操控的问题 人都得着病呢 你说生产效率怎么回事啊 对吧 他实际上他的那个整个的社会效率在下降啊 他要是如果社会效率都那么好的话 中国也没有这么大的增长空间 所以对于国家的防疫政策呢 虽然说大家都付出了一些代价 我从总体上讲 我还是支持的 但这个防疫政策的代价呢 确实对每个人的影响也都很大 对吧 而这个代价的话呢 对于我学地区的影响也很大 但从整体形式上来讲 中国还是不错的 而且当然总有的话呢 那个疫情突然发出来 那老二人觉得呢 有点阴谋论似的 有人下毒似的 当然有些国家当然看见你疫情发出来 他很高兴了 是这么个影响 所以现在对于中国来讲 就是整体的这个数据出来 我觉得还是能看到信心的 其实看到信心呢 对于下半年 怎么能快的增长 对吧 而且这个数据的话 你要知道 这个美国的增长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调低啊 而且美国的增长 还有一个什么呢 他有巨大的通胀啊 中国的通胀率还很低 所以这个增长啊 我们要这么讲 你把通胀的因素加进去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好多时候对于这个GDP 人家说了嘛 要用购买力评价去修正一下 而且呢 GDP呢 有的时候你要以第三国的汇率 你以汇率的事来看一下 因为他美国他不用有第三国汇率的问题 他美联储一抽紧 你就看一下呢 实际上各国的经济增长啊 你要把它合成美元 把汇率算上的时候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尤其是欧洲嘛 现在欧元的话和美元一比一了 所以这样比较一下 就欧元和美元一比一的时候 你把美元的指数增长算一下嘛 你包括你像日本的话呢 日元变了多少 人民币呢 最近还是比较稳定的 稳定的背后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外贸这个顺差呀 所以这个外贸的顺差的这个数据呢 我是比较看重 而且对于这个整个的中国的全局呢 影响很大 而且外贸顺差能有这么大的时候 一方面是中国出口的比现在比较刚需 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中国的内需啊 其实有些内需呢 要多想想 因为你的内需你消费的 不是你本国的GDP 是外国的GDP 而你出口呢 如果是有些是刚需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呢 人家可能廉价的印钞呢 在买你的资源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是我该加加税 因为在现在世界呢 各国呢 都在竞争性的贬值 你看各国通胀都很厉害 就是中国没有那么通胀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呢 你的货币值钱了 人家他拼命来买你东西 这东西买的多了 买了这些事 你是赚了还是亏了 对吧 你是否应该的话吧 汇率变一下呢 是啊 你汇率变一下以后呢 你以人民币算呢 你可能你增长不多 但是你一美元算 不是增长就多了吗 所以这里头得看不同的视角 把这时间有限 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